来看我桌面 雇员之中哪些人是经理人 其实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Slide Ename From EMP 就是它的名字 Where 我说过了 经理人是谁呢 是它的雇员编号出现在了Manager里边 所以它的雇员编号出现在了In Slide Manager From EMP 能看懂这意思吗 好了这些人就是经理人 很简单 Slide Ename From EMP Where EMP Number In Slide Manager From EMP 只要这些人的编号出现在这里边了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经理人 就这么多 六个 当然你如果写的非常的有效率的话呢 你应该这样来写 Select Distinct Manager From EMP 能看懂这意思吧 没写完的动手把它写完 然后考虑下面这个面试题 这个面试题啊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 面试题有的时候是特别特别葛 你不要以为说面试题出的就很有 就很正式 觉得那个 很合适 很正常 不一定 面试题往往是比较变态的 这就是一种比较变态的面试题 不让你用组函数求薪水的最高值 这玩儿有点意思 薪水最高值用组函数求太简单了 Select Max Celery From EMP 是吧对吗 不让你用组函数求这个薪水的最高值 不给提示 东脑筋考虑一下 有的时候呢 所谓面试的这一方 其实呢挺别扭的 因为对方无论出的什么样的题 你得耐着性的把它答下来 有的题看起来特别的弱智 不好意思 你还得把它答下来 有的题是什么呢 说不定有一个人 自己跟那闭门造车 啪一拍脑门 自己琢磨扑一道题了 别人谁也没想到 光能拿回来面试题考你 有意义吗 往往意义是不大的 可能有点意义 但是意义不大 有可能你没思考到 你就是当时没想出来 有可能你思考到那 你就蒙出来了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特别公平的事 没办法 不公平就不公平 所以呢 你只能是多多的做练习 接受这个现实 这道题就比较变态 不让你用足盘数 求薪水的最高值 动脑筋想一想 达 Holding 有 extremely 我来说 能够 没想到 你挨抢我